这丧尸混得也太惨了吧 他不肯人 只肯包菜 因为每次想肯人 他走得比老人还慢 就连村里的小孩 还围着他玩起老鹰抓小鸡 于是他又盯上了村里的大黑狗 结果 丧尸跑啊跑 正好发现路边有个妹子 谁知他刚想扑上去 这时大黑狗也追来了 妹子一看 也跟着丧尸跑了起来 这时二哥刚好回家 他刚想叫住妹妹 可看到丧尸忽然追上来 他也糊里糊涂地跟着一起跑 可妹妹忽然摔倒 眼见丧尸就要哭上 下一秒 居然是大哥来了 三人一看丧尸被撞得千里远 还以为自己杀了人 只见丧尸缓缓站起 他冲着三人骂骂咧咧 结果大黑狗又来了 他赶紧撒腿就跑 丧尸跑到村里的厕所 这老头还以为他是变态 怎么半天都盯着自己 然而这一次 丧尸终于咬到了第一个人 而这个老头 正好就是刚刚那三兄妹的爸爸 他骂骂咧咧 那小子最好别给我遇到 谁知到了晚上 仓库传来生下 父女俩一看 这丧尸居然在抱着自家中的包菜肯 老头气不打一出来 拿着铁锹就是一顿拍 大儿子看父亲被欺负 也直接一个飞踹过去 结果眼前一幕 可把一家子看呆了 这小子居然被踹到钢管上 身体都给刺穿了 他们纷纷推卸责任 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谁知丧尸忽然抬头 缓缓地从钢管上拔了出来 大火给吓得撒腿就跑 反手就把丧尸关进了仓库 就在他们以为是哪个村 来到神经病时 见多识广的二哥却发现了不对 他赶紧拿出手机看了掩斧山行 压戏巴 这家伙是丧尸啊 等等 老爸早上刚给咬 那岂不就是 老头被子女锁进房车 二哥还上网百度 被丧尸咬后的应对措施 还抄下来做了本丧尸应对指南 但此时 老头却逃出了房车 村里来了的丧尸 他想咬人又咬不着 只好躲在厕所埋伏了个老头 就在一家人还在商讨 要不要干掉老爸时 他却忽然坐到了客厅 老头眼神呆滞 儿子问他话不多音 眼见气氛越来越紧张 儿媳开始举起平底波 就在这时 老头缓缓张开大嘴 笑死 原来老头还没变语 他只不过是想打个喷嚏而已 但意想不到的是 老头年过70岁 他被咬后居然尿尿都有劲 就连头发都变得乌黑 仿佛年轻了20岁一样 村里的老头纷纷缠着他 拜托让其说出重回年轻的方法 老头眼看有生意上门 立即带他们来到了仓库 然而他却傻眼了 我的桑桑咋不见了呀 原来二哥偷偷看到老爸重回年轻 便火速带走桑桑 想着研制年轻焕发药物 结果他半路被交警截停 对方听到后备箱传来的声响 打开一看 好家伙 贩卖人口可是要坐牢的呀 二哥和桑桑被带回警局 这时全家人接到消息赶了过来 谁知老爸不认二儿子 反手就把桑桑当成儿子带回了家 结果妹妹却发现 桑桑的牙齿居然给拔了 原来大嫂为了安全起见 早就偷偷地拔了他牙齿 可牙齿没了 这要咋做生意啊 老爸忽然灵光一闪 他从隔壁村的老大爷那戒了个假牙 正式开始重返年轻生意 村里的老头个个伸出手被咬 第二天就容光焕发 不仅打拳有劲 抬车腰不痛 就连跑步都要快过闪电侠 一家人赚得盆满钵满 结果老爸携款逃走 去夏威夷看笔记迷去了 不过没关系 这项生意已经延伸到了好几个村 老头成群结队了 赶来就是要被丧尸咬 这下一家人越来越有钱 不仅给桑桑换上专属房车 带上全新假牙 还捡了个头当起阳光潮满 然而二哥赚大钱的心还没死 又偷偷带走桑桑就要卖给制药公司 可就在他们于车站等车时 之前被咬的人们 却忽然变异成了真正的丧尸 这一家人养了只丧尸 只要被他咬一口就能返老还头 村里这群老头以为自己变年轻了 却不知道丧尸病毒拥有潜伏期 现在他们集体爆发 统统成了真正的丧尸 不管是车站上 婚礼上还是大街上 丧尸纷纷发了风势的贱人就咬 没多久功夫 全城都被感染成了丧尸 这一家人为了活命 他们赶紧堵上门窗 还用锅盖当头盔 棉衣当盔甲 这时楼梯传来声响 丧尸已经杀了上来 他们赶紧逃上楼顶闭脉 而此时侥幸从丧尸手中逃出的二哥赶了回来 只见他端出冒火光的冲天炮 对着丧尸群就是一阵猛射 就是好像这伤害不是太高 结果车里备好的烟花也给点燃 直接照亮了整天夜空 这下 城里迷路的丧尸有了去处 全都朝着这家人走来 而为了迎走屋外的丧尸 大哥和二哥披上桑桑的衣服 模仿丧尸的动作 成功混入丧尸群 他们进到车里 可想开车 糟糕 要是没拿 眼见丧尸围了上来 妹妹却化身乡村女战士 拿着电锯就是上演哥草无双 结果寡不敌众 丧尸成群的扑了过来 但万万没想到 丧桑却及时现身 为其挡下所有丧尸 接着大哥火速跑回屋里 将钥匙丢给二哥 二哥在用拖车勾住藏的大嫂妹妹的房车 可他们刚想走人 丧桑却堵在门外 抵挡丧尸的围攻 二哥见时间不多 直接就把房车拖走 而留在原地的丧桑 看着渐行渐远的一家人 他却忽然唤醒了内心深处的人心 口中不自觉地就说了巨人话 丧尸这一听 卧槽 又有反骨仔 成群的就扑了上去 但桑桑却拿出打火机 把身旁的加油站给引爆了 然而一家人开了一晚上 却发现老爸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看完比基尼从夏威夷回来了 二哥转念一想 难不成老爸有抗体 谁知半年过后 这家人做起了新的生意 只要给老爸咬一口的僵尸 就会立即变成正常人 瞧瞧这排着队要来接中的丧尸 真的是太反转了 甚至连桑桑都从爆炸中活了下来 成功变回了人类 这么反套路的丧尸片 你打几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奇妙的家族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